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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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您好 接下來的議程將由Kevin 為我們介紹如何使用View 結合AFran 進入360 Panorama VR的世界 讓我們掌聲歡迎他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很感謝大家來聽這個議程 這個議程會分成兩個部分 前半部就是在介紹一些VR 相關的東西 後半部就會有Coding的部分 我先簡介一下我自己 我是Kevin 大概四年多的經驗 現在主要使用VUE 現在在一間VR 相關的公司擔任 大家投影片我都有放到那個 投影片那邊大家應該都看得到 全景圖其實就是一張很長很長的圖片 現在Facebook 都可以瀏覽這種圖片 那我們看這種圖片可能就是 在電腦上可能就是用Drag的方式 就是移動它可以移動 那手機或是VR 裝置可能就是 它可以直接跟著裝置移動 對對對 那些圖片的話會有什麼 就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要開發一個VR 應用 就是要相容那麼多系統 每一家都不一樣 非常的困難 會有困擾大家 所以呢 WebVR 就有人在處理了 就是Mozier他們團隊就一開始就 就一直在打造這個 Google後來也跟進 然後微覽後來現在也開始跟進 對 那有一些連結大家會問自己 可以看一看 所以呢 現在就是他們那些VR 裝置就 有一些大部分就開始陸陸續續都支援VR 就是Web做的VR的東西 有可能可能會遷入一個Web的Core 或是怎麼樣 就是讓他們的裝置可以就是 玩或者是瀏覽這些Web做的VR的應用 那VR的話 這樣的WebVR可能會有一些瀏覽方式 可能是PC Mobile 那Mobile的話它可以直接看這個 它可以看 就是放到一個紙盒 或是像是Google出一個叫Carboard的東西 放進去 你就可以看 那右邊那個就是 一個直接一個VR系統的 叫HoloLens的東西 那 對 之前 前幾年就是Google Google發表會就是有現場示範就是 欸 怎麼用一個紙盒 就是直接做一個紙盒 就把手機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呈現3DVR的效果 那再來回到我們今天主要的主題就是 Panoma就是全景圖的相關的應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應用大概長什麼樣子 欸 我先幫大家把頁面開好 大家也可以自己連一連 這就是一個全景圖 它可以 在網 電腦上看可能就是直接移動 好幾張全景圖 我可以每張全景圖之間可能會有一些關聯 比如說客廳到處 到浴室啊或什麼的 對 然後或者是說 場景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一些資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可以放一些資訊的呈現 對 對對對 欸 蠻有趣的 好 那 再看一下另外一個 欸不好意思開座 這個 欸 可能會有一些資訊的呈現 或者是 一些 一些 連結 那 在VR的 模式 會看到什麼 就是你用手機可以看到VR 那電腦看 電腦看就是 可能就會長這樣 會有 會有兩個視角 左邊跟右邊 最後合成一個 3D的視角 那 在這樣的模式裡面 剛剛那些DIV啊 或是TAG什麼 根本都沒有辦法呈現 所以你必須要 額外處理 欸 這樣子的呈現 就是 透過一些東西 來讓它呈現 對對對 可以看一下 還蠻有趣的 好 關掉 那 回來拖影片 VR的基礎就是3D嘛 那 要講一下WebGL 跟3DS 簡單說WebGL 就是讓 我們Web可以處理3D 然後3DS 在包裝它的API 就像 原生的JavaScript 跟Zeclory的關係 有點像 那 接下來就進入 VR的框架選擇部分 那 FM 它是 專門做WebVR相關的一個 framework 也是Modea開發的 雖然說3DS它也可以做一些VR的應用 但是它比較像是Focus在3D的部分 那FM可能就是Focus在VR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官網 直接開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VR應用 那當然 你看 我們現在用電腦網 可能就沒有辦法玩 這還是可以看 它下面這邊有一些Sample 有這個 這個Icon 就是它需要那個搖桿或是Ctrl來錄才能玩 就是如果大家前陣子有去Modea開發大會的話 就會看到那邊他們現場就有 就用HTC的VIVE 然後就是開他們Firefox的瀏覽器 那一個人就可以帶著玩 然後旁邊的人就可以跟著看 那 來看一下我們的主題 有點慢 好 這是一個全景圖 看一下它的SourceCode 我已經先開好 它的SourceCode非常的簡短 我們來看一下 就很像在寫HTNL的Tag 可能它叫做A Sky 那有一個Source 就導入一張圖片 就可以顯示了 而且可以在VR中顯示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那 那 那時候我們用Apple大概才0.2吧 現在已經0.7了 然後 一開始它很多功能啊 就都透過一些Plug-In 或是還有許多Bug 有許多問題 我們到Slack跟Apple的團規 直接就是問他們到底發生什麼事這樣 然後 久而久之就是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種全景圖相關的應用最大 最重要的就是圖片 它沒有CueMap的功能 CueMap是什麼 就是這邊 它會把一張全景圖切成六個部分 然後 就分別載入合成一張圖這樣 那你想像一下一個全景圖 如果是實際的照片啊 可能4K或8K啊 一張圖可能就十幾MB 二十幾MB 那 你要直接在網站上載入 就非常久 二十幾MB 很久 然後 FM 還要把它放到Canvas 就 非常好笑呢 如果一張圖直接載入的話 那 第二個問題就是 圖片Size的問題 有很多服務啊 或是 或是硬體設備 可能號稱什麼 有4K、8K啊 支援4K、8K 可是 在FM裡 它是 它有它一定的 一定的尺寸 比如說 你可能正好介於中間 那它不會幫你設在8K上 8K的設定 它會直接幫你降為4K 就好像 明明 我用戶名 就是用8K的服務 裝置拍出來的照片 為什麼 看起來好像不怎麼樣 就有一些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就轉而選 這邊漏掉一個東西 這邊是一個額外化 所以就是 那時候跟FM團隊 就是還蠻 常在聯繫 他們就 請我們寫一個blog 這樣 可以刊登在FM Weekly 這樣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那 後來我們就轉 轉而使用KR Panel 它是專門處理 全景應用的一個商用Library 你用免費的話 它是會有浮水印壓在上面 那 看一下它的 它的 東西 我這邊已經先 把它的一些 Feature Deploy 在一個網站上 大家可以直接看 那我稍微講一兩個 它 已經都基本支援一些 場景切換的特效 各種場景切換的特效 然後一些Default UI 或是它的一些VR的畫面 或什麼 或是一些不一樣的瀏覽 瀏覽的方式 像是這個 蠻炫的 可以這樣看 就是它把那個全景圖 做一些角度的變換 可以 很炫的功能 然後 來看一下圖片 來看一下這張 這裡就是有六個小縮圖 然後等六張大縮圖載完之後 它再分別去取代它 所以再重新整理一次 你就會看到 糊糊的 然後再變成 清楚的畫面 再看一次 對對對 它就把照片切成六個部分 好 那 整理一下 WebGL就是能夠處理3D 3JS的包裝它 focus在3D FM就是focus在VR 然後KrPanel 它focus在全景應用 對 那這邊 看一下一些比較 比較深入的思索 做這樣的應用 會有哪些問題 或是會要處理哪些細節 那這邊列了一下 可是 時間的關係 應該不會每個都講 所以就稍微看一下 首先 嗯 這樣的應用 就可能我們需要一些進場的動畫 可以點它來看看 或者是 剛剛已經講的 就是 大圖小圖 你要一次二十幾MB 把它分開來 載入 欸 這個剛剛好像已經 已經看了 欸 還是沒有看到 就是我們 在VR中 假設我們已經戴著頭盔了 我們選單不會是一直都出現在畫面上 它是會視角往下的時候 才會顯示 那它還沒往下 它其實就一直藏起來 然後我們如果移動頭盔啊 移動螢幕啊 它就偷偷在背後跟著 那這個 剛剛好像也看過 就是 一些2D的 DIV啊 它是沒有辦法在VR中呈現 所以要另外處理它 那 一些資訊的呈現 圖片啊 文字啊 在VR中也是有蠻多問題的 像是 它也沒有像 DIV那麼聰明啊 或什麼 它可以自動換行 或幹嘛 然後我們又是 支援多國語氣的服務 所以 都需要先想好一些 設計好 才不會有問題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跟著 我的一個GitHub的連結 都有放 大家可以看一下 直接帶大家就是 使用VUE來實作 那 本來想要從零帶大家開始 就 可是 因為這樣講下去 可能要講兩個小時 所以 我就已經先準備好一些 step 然後 每個step都有tag 可以切換 看一下 好 那第一步呢 就是先把 Apple跟VUE 載在一起 使用VUE CLI 就直接隱匿一個project 然後 再把Apple載入 那 其實語法 就剛剛已經看過了 非常簡單嘛 在這裡 有一個 有一個全景圖 然後有一個 tag 就大概長這樣 大概長這樣 對對對 那 tag的部分呢 它 它那個 動畫 先跳到下一步 不好意思 好 tag的部分 它 它 Aframe的動畫 Animate 它是 放在 tag裡面 那這點其實跟 VUE是相反 VUE是transition 它就會包在外面 這是特別的地方 然後 就有一些 click 事件 啊 mouse 事件 啊 就可以處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切到第二 這裡就是有一些 Event Event 事件 就可以在 VUE的 method裡面 去處理 好 OK 看一下 Hover它就有出現了 Click 也有 觸發一些事件 所以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針對它 去做一些 我們要做的事情 處理 那第三步 增加一些 inspirator 這邊看一下 這個就是 inspirator 就是 Aframe 提供的 它已經 它要透過 command option 跟 就會出現 它的 inspirator Aframe 那你在做 它的VR處理的時候 是非常方便 然後 比如說 我如果 圖片的位置 怪怪的啊 會可以移動它 可以直接 在 Aframe的應用裡面 出現 所以 你只要在你的 scene 身上加一個 inspirator 那 可以看到一些 VR的 Event 出現 那 這裡有一個 camera 跟 culture 它是 它是 它在VR中 我們把它當作 它的sensor 就是 它的 它的觸發點 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現在進入 VR模式的話 就是 它的原點 可以去 Hover 我的 tag 對 一樣 就是 有一些事件 一樣 讓你可以 在Web 就開發VR 然後 去做事件的處理 那 剛剛加了一個 tag 可是它還沒有 資訊的呈現 所以我下一步 我就加了一個 imodel 這是我已經先 稍微寫了一下的 一個component 我只要引用 就可以用了 那 vue 使用的方式呢 大概在這邊 可以看一下 好 就會看到我們 import一個 imodel 然後 放到 vue的component 這樣 我們就可以在 template上面使用了 那 它既然是component 它的事件 就是會交給 parent去處理 所以 它可能就是 在這個外面 來決定說 欸 它關掉的時候要幹嘛 它什麼時候要幹嘛 它什麼時候要幹嘛 那 剛剛 我們的tag在這邊 按下去的時候 model就會 show 關掉 那 關掉的時候 那個 不理人就會把它 關掉 就有一個 v show 如果大家 以前有寫過 angular 1的話 就會發現 跟angular 1很像 看一下 欸 這樣我們的model就出現 非常簡單 那 一樣 VR不會出現嗎 看一下 什麼事都沒發生 好 所以我們下一步 就是要添加 它在VR的呈現 那 就是用Apple的component 來讓它呈現 只是 Apple不知道它什麼時候 在VR 所以你要加一些bullient 讓它 在VR的時候才呈現 那 剛剛已經寫到這樣的話 你就會發現 呃 你可能需要更多的 參數 來處理這些事情 OK 好 所以我現在已經把 我的 那個 標籤呢 都叫做Markers 裡面有一個tag 然後 我碰到它的時候 就會變SlideMarker 那 我顯示的東西就是 SlideMarker的東西 那 你可以看到 我這邊的原則 我個人的原則就是 呃 HTNL就是 呈現 CSS做Style的處理 然後 config 基本上 都會把它放在JS 對 所以 config都在這裡 那 剛剛加了那個VR的tag 嘛 所以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這個 component 如果 我等於tag 我才會顯示 做一些事情 好 看一下 欸 它就出現 只是現在位置啊 或什麼的 我都把它寫死而已 那 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一個 VueClone的plug-in 在這裡 可以看到 就是 Vue的plug-in 可以撞一下 如果你們是Vue的開發者 然後 SlideMarker 一些事情 就可以在這邊 做debug 好 那下一步 我們要增加一些 一些 一些時機點 讓我們要知道說 Apple它已經 ready了 所以我們需要去把圖片 放在 放在那個 asset裡面 讓Apple先載入一次 如果不放在裡面的話呢 你沒有先用asset 放 載入的話 它會處理兩次 一次是你圖片的載入 一次是Apple還要載入 所以 需要先放進來 這樣它就只需要做 它自己的載入就好 然後 有一個 RAW的event 然後 這個event 處理完 就會跟你說 我準備好了 可以重整看一下 它就跟你說 我好了 然後你就可以 針對它 去做一些事件的處理 那現在有trug 我們就再增加一個 暫點 就是可以切換下一張 Penrona的 點 點 好 那現在東西越來越多 剛剛有slap Penrona 那現在要多一個 剛剛有slapmark 現在我們要多一個slap Penrona 因為sky只有一個 現在只有一個 我們要把它切換掉 所以 這邊就變成slap Penrona 然後 我就會看到 我的Penrona 有兩個 那 我 碰到那個點點的時候啊 我就 切換成那個 那個 把它替換掉 就切過來 所以 看到 我這邊 現在不只tag 我就不能寫實說 欸 就是tag 所以我這邊 對mark的處理是這樣 就是 欸 可以看到 我有分tag point 那就寫得比較 方圈破關 我就分別處理說 他們要幹嘛 這樣子 對 然後 下一步就是 呃 有兩張圖了 所以我們就增加 下面的那個 呃 很多縮圖 可以讓它 快速的切換 欸 直接切到第九步好了 比較快 對 那 我這邊 你會發現 我已經把它 改成一個 我自己 客製化的icon 不是AFM提供的 那 一樣就是透過 Enter VR 來做 對應的處理 可是呢 我在這邊 我要怎麼取得 取得這個 Async 它動的事件 它的事件是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按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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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on嘛 就是進入VR的那個 icon 它 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它不是AFM的東西 所以 我必須要透過 Ref 就是 VUE的語法 來取得這個Sync 然後 才可以得到它 Enter VR的事件 這是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對 然後 剛剛有講說 我們就增加了一個 欸 自己的 Menu 可能 不只一個 可能會有很多 呃 很多功能啊 你可以自己設計 那這邊有一個 Penrona的 Sembunil 按下去 就是 把 我現在看的 Penrona 變成它 所以 就可以發現 按下去 一樣 就切換了 然後呢 你有發現 Mark也跟著變 因為 我們的Mark其實它不是獨立的 它是屬於Penrona的 所以 它是屬於每一個場景裡面的東西的 它不是獨立的 不然就像剛剛一樣 我們切入 切過去 結果Mark並沒有變 所以 就把它 Refighter塞進去 對 好 那 最後一步 就是 這裡 這裡還沒有進入 3D 就是它Penrona要呈現的Vue嘛 所以 我們要增加 它在 VR模式中 會看到的 畫面 那 這邊一樣要用 Airplane的Component來做 所以 會有一個 這樣的 Component 在這裡 我叫做 V-Sembunil 對 然後 有一個東西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它的位置 它不像Div那麼聰明 我塞兩個Div 第二個就會移過去 所以我必須自己去決定說 它應該怎麼呈現 那我這邊就是很簡單的一個公式 下一個 它就增加它的X X軸 就是再增加一點距離 對 看一下效果 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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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一個Panama的Prototype 可以 放一些資訊 可以切換站點 可以 顯示 然後 VR模式 終於都能 完整的顯示 這樣 那現在完成了 我們 把所有的東西都寫在 那個 在同一個資質裡面 那真的很不符合我們 現在就是 這麼component化的 的世界 看一下我們的東西 全部都在這裡 寫得滿滿的 剛剛早半天要早 要早很久 所以我們就要做refect 好 那 就會 重新 好 我們現在 APP 的VUE 就只剩這樣的一個 東西 為了它 因為我把iModel 放在外面 然後 還有 有 場景 有Menu 然後 有Somebody 看一下 城市碼 這裡可能 欸 VUE的component 就是 一樣 就是可以Custom 它的 你的名字 那 它就 變成這樣 這裡是我們 很主要的那個 Panel 的部分 還有Sky 然後會有Camera 然後Tag Sombenil 然後 VR 模式的 或是Markus 對對對 就分別 讓它 東西越來越清楚 欸 很快就看過 一個檔案應該不超過一百 一百行嘛 這樣好像清楚多了 然後 然後Config 都設在 就 差不多是這樣 那 本來是想帶大家一步一步實做 可是 這樣才會發現就是說 我遇到了什麼問題 遇到了什麼問題 可是這樣做下去可能真的是 就應該八點才能回家吧 所以 就變成這樣的模式 然後 這邊有再提供一些 額外的 全景應用 可以 就是 它 實際上 商業應用可以怎麼結合這樣 然後 Airplane自己本身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 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Mutiful User就是 大家現在一起點進去就可以看到對方了 大家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一起點進同一個 看一下這個 這是Airplane的應用 先看一下這裡 這個 就 我們如果現在都同一時間進去 我們就可以看到對方在裡面的模樣 然後可以移動 就 非常有趣 還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可以自己 點開來看一看 然後這個也看一下 這比較有趣 這是一個 3D建模出來的模型 然後Apple把它載入 就這麼簡單 對 那 VR Air其實有很多就是 未來相關的應用 都 還就是越來越豐富 可以 看看 有趣的資訊 對 然後 有一些reference可以 自己無聊的時候可以逛一下 好 那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很困難嗎 還是 你說 Canvas的部分嗎 就是3D的部分 對 整個這樣做出來 要做integration test 因為一般可能 我們用舊的 我們就用web driver 還是什麼就解決了 對 其實你就想一下 現在Unitex 有哪一個 就是可以測Canvas的部分 如果能夠做到的話 FM 它就應該馬上就會跟進了 對 對 你好 我是有一些問題 剛才聽到你用Kerpano在做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你們手機上面的陀螺儀 或者是 甚至是像 你在電腦上面操作的 比如說像是Mouse的事件 或者是Touch的事件 那些是由套件來處理 還是你們會自己去處理它 如果我們使用FM FM當然就已經幫你包好了 那如果你使用Kerpano 它也有它的事件 還有Kerpano的API 你可以去call 那它比較特別的話 它是用XML格式在做處理的 所以你要用它的API 跟它的XML 去改它XML的內容 OK 那好 我問題比較多不好意思 那因為我之前 其實我自己是有試著用 這個3.js 來處理這種全景的東西 那我後來發現一個問題是說 我在手機上面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辦法去判斷說 OK 今天如果是手機的話 它可能 因為你知道全景它的圖片很大張 那在這個部分的效能 你們有沒有什麼建議 除了切小圖之外的話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那為什麼 我剛剛看到你們是用Vue 去做這個VR搭配 那為什麼是Vue 而不是什麼Reator 或者是Angle這樣 OK 好 關於圖片的問題 這比較牽扯到Server的架構 那我們前端能做的就是 做一些動畫 或是切換的特效 來掩蓋這些事情 對 那第二個部分是 為什麼選擇Vue 我可以看到Apple 它是使用HTML的Tag在開發 Vue也是 就是有點類似MVM這樣的東西 然後他們結合起來 有看到加一個Mouse 就是冒號的部分 就是Vue的 表示我現在要使用的是Vue的Data 那我可以把我的東西都設在Data裡 然後開發起來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就各其所好 對 我之前曾經利用這個VR來做所謂的教育 就是類似像英語教學的這一個POMO 那我覺得在我的經驗中最大的問題是 這個VR的這個部分在互動 互動這個部分似乎特別的弱 尤其是 因為像我那時候在做Survey的時候有兩種 一種就是像你一開始Demo的 類似像是VV 像是HTC的VV 那他們是有自己的平台 那他們就是你可以走動啊 可以偵測你的腳步移動 那甚至說像是類似像之前有一些遊戲啊 什麼Box 360 他們都有做VR 那像你今天Demo的是WebView的VR 那WebViewVR 讓我覺得是它很快的可以去呈現很大量的內容 但是在互動的這個部分 呃 似乎比較薄弱 就是我在製作上我也覺得說 可能在做類似像英語教育啦 跟做讓小朋友做互動的時候覺得比較薄弱 那有沒有什麼建議就是說 呃 或者說你覺得說在這個互動上面 有沒有什麼可以加強的 或者說載入其他的Frontwork也可以 就是說你之前的經驗 對 謝謝 呃 剛剛其實好像肉講了一個就是全景圖切換的時候 雖然KiPan好像支援很多有趣的特效 可是它在VR中其實是支援一種就是非因跟非要 那 呃 我們其實也就想要改善就是有點像想要改善說 切換全景圖這件事情 因為全景圖之間是有關聯性的嘛 要能夠達到更真實的走動效果 所以我們就下一步就是會 呃 就是用 引用3DS 當然我們的場景是有 呃 遠處好像是有一個球體 然後我們進入那個球體 再切換圖片 讓能夠那個整個切換效果能夠更真實這樣 對 那互動的話 可能就 呃 可能需要多關注一些 呃 VR相關的領域 那現在有一個東西比較特別的就是叫 XR XR 它就是號稱它就是VR加2R 對對對 我其實Lyfans放滿多東西的 如果無聊可以看一下 對對對 那如果沒有問題就謝謝大家今天的粒底音